抵抗霧霾除了戴口罩 還有什麼方法? 肺是嬌壯 嬌滴的意思 如果吸入一些不好的空氣 或者污染了空氣 都會令到容易咳嗽 流鼻水 一般來說 熱底的人反而不是著重肺為主 如果懂得療的話 我們是著重大便通腸 因為我們中藥說肺和大腸是雙表類 如果大便通腸的話 其實會有助排出肺月 意思是建議可以多吃一些黑木耳 杏仁等等 床底的人不妨用生的白術來健脾 當脾胃強健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肺氣改善 用白術 太子心 雲鈴 瘦肉煲湯可以健脾 正氣存來邪不可幹 即是人身體好的話就會生存代謝 代謝走那些不好的東西 排走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不是要靠藥物去排走那些東西